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胖兔,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分享一下我英国的食物片 我买了什么东西,分享一下英国的东西吧,OK 不是要环保吗,现在保护地球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都自己拿着购物袋 是这样,我带会给大家,我这是刚回来 这个呢就是在英国能买得到的混沌粥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它特别好喝,就是用微博炉放虾仁 我也喜欢吃肉的,虾仁的也不错,就是这个样子 待会呢我们一起来喝一下,我们一起来吃一下 我给你看看是什么样子,我比较爱吃 有时候早饭也吃它,这么一盒子呢 里边有六个,有六个这种东西 用饺子就不能解冻 吃的时候放微博炉放的时候呢 也是这个叫,也是叫冰冻的 大地瓜大吧 两个它,我的头是比它大,快赶上我的头了 大地瓜,我喜欢去烤地瓜之类的 混沌汤比较好吃 再一个呢,待会我们一块吃一下这个酸奶 这个酸奶呢在英国就是说它比较的 比较的healthy 它就是这个叫zero fat嘛 就感觉好像是break yogurt 希腊的这个yogurt 我把这个箱子扔一下 它呢就是,待会我们一块尝试一下 一块吃一下,特别好吃 我不喜欢带蜂蜜,虽然我喜欢蜂蜜 但是这个酸奶呢,我就喜欢它 这个口味,这个16和这个raspberry 这个红盆子,它俩合在一起 还有草莓的呢,我感觉要比蜂蜜的好吃多一些 蓝莓的呢也不错 这个呢就比较好吃一点 OK,我还买的就是豆腐 在英国超市买的豆腐呢 一般都是这个样的 它不像中国超市 你看我那个video去中国超市的时候 它是什么板豆腐,滑豆腐,撕豆腐,煎炸炒 做汤都不一样的豆腐 在英国就是这么一种豆腐 但是今天呢我不打算吃 因为我买了馄饨汤之后呢 我就懒得做 我本来今天中午呢是打算做这个麻婆豆腐的 但是感觉这东西太吃不完 吃一个馄饨粥就好了 对,给大家看看我的表 这是我买的,尽管是一款儿童手表 但是这个表特别好 它就告诉你时间呀 今天几月几号呀 是11号,就几点几点这样子 我感觉比任何的手表都要好 还买了什么东西 再有卓上网上的就是这个 我朋友给我介绍的这个日本的尖饺 这个尖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 就是放上一点 你上网上去查了 反正就很好做 你像留学生朋友或者工作忙的 有的时候没有时间包饺子 它这个是什么馅的呢 就是鸡肉和蔬菜馅的呢 你像你要上中国城有什么猪肉白菜呀 香菇鸡肉 这个呢其实挺好吃的 好像是日本的No.1 日本的第一 OK 再一个呢我给大家刚才放 往冷冻锅里放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饺子就是虾饺 这是我从中国超市买的 叫Promtingsum 它有两盒这么一个包装 好像是10磅钱吧 我觉得你要是上外卖店吃 可能也就是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从中国超市买了以后呢 自己回家用这个 用这个叫Bambo steamer蒸一下 蒸笼蒸一下就可以了 你要外卖店买几个就四五磅钱 对不对 然后着重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鸡肉 我是从批发站买的 这个鸡肉呢 才多少钱 就13磅多 就算14磅吧 它就是特别沉 如果你发现没有 大家发现没有 中国这些超市呢 也卖这种鸡肉 它就重量没有这个这么重 但其实它是乱金称的 差不多两 你要上超市一盒 就三个这么 三个的话呢 就差不多是四磅钱 四磅五 你要是买这个鸡的 好一点的这个细一点的这个肉呢 可能稍微贵一些 差不多英国任何超市 就是三个这么一个 一二三 九个它就都卖到十磅 但是这个呢 给我感觉 因为我上批发站 它就很沉 它是多少kg啊 2.35kg 就比较沉 待会呢 鸡肉给大家说呢 我待会就要把它 单独包装放到冰柜里 放到冰柜里边去 再一个我今天还买了就是 我着重介绍的这个椰子油 这个椰子油呢 我早上 我单独做了一个video 就是告诉大家呢 怎么样护牙 保护自己的牙齿 它是一个古老的 印度的一个护牙的方法 就是早上起来以后 啥都别干 拿它漱口就杀菌啊 保护牙龈啊 有助于牙龈增长啊 这样的东西 因为它今天嘛 我那瓶快用 快用的差不多了 我这是买的第二瓶 就是给它储备 储备下吧 算是这么样 OK 我现在呢就换上衣服 准备喝一碗馄饨汤 咱们就吃午饭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煮出这个馄饨来呢 是什么样 好我下来包了 它这些鸡肉呢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 你看就挺大的吧 它鸡的说是这个 这个部分 这个小地方呢 特别的嫩 你要是买的 它有专门 专门就是把这一小块 就给你割下来的 我不知道这是哪一个 鸡叫怎么叫 反正这 你要是买那个鸡肉的呢 就比较贵一些 给我感觉你要一个人吃饭呢 这么一块 这么一个鸡肉 真的就是 我买的这种袋子 给它密封起来 放到冷农过去 其实就够了 但要是你 食量大的男孩子呢 你可能就可能要吃 再一个跟大家说一下 你包的时候呢 尽量就是不要让它有空气 你看这个样子不好 它到时候就有那个frost bite 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 你尽量就要把它 把这个空气呢 给它挤出去 挤出去 然后拉上拉点包包包好 OK 就是给大家说这么一个事 再一个呢 这么一盒 大概是六 六小盒是多少钱呢 是七 六七磅吧 也就是一磅钱 不是七磅 就是八磅 反正就是很便宜 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这里边真的就是有虾仁 OK 待会我们一块来煮一下哈 所以现在呢 我们拿剪刀呢 就是很简单 把它剪开放到微波炉里 倒喝点水就行了 鸡肉呢 还有注意 用了鸡肉以后呢 一定要把刀呀板的都好好的洗干净 牛肉什么肉都可以七分熟 猪肉都没有事 这个鸡肉呢 必须要全熟 因为鸡肉里面有一种 携带的一种自身的病菌 如果是你没把它炒熟的情况下呢 就容易导致什么拉肚子呀 导致这种腹泻之类的 我也是以后才知道 因为我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根本就不做饭 我只会吃 现在呢 我就是慢慢学习呢 也是从网上就学了很多的东西 这个呢打开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它里边有一个刻度 就是说水到 在这儿 就是加水 你就加水它有刻度 不知道哪里 是这样的 你看 是这样子 然后这些馄饨 这样 放到这儿 要盖上盖 然后呢 倒上一点水 就是这样 好 我现在已经煮好了 四分钟 闻到一股浓浓的香味 给大家看一下 打开看一下 就能闻到 打开以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尝一个看看怎么样 尝一个 这样拍 这样拍能看 必须用中国的勺子吃 才能吃出那个胃来 不然的话呢 就这样子 看啊 我忘了给大家看 这里吧 真的有虾 你看 真的就是一整颗虾 在这个馄饨汤里面 一共是有几个呢 六个 非常好吃的 非常的鲜 然后这个汤呢 带着蒜也特别特别的好吃 强烈推荐 再一个呢 我午饭呢 我特地换了 我喝豆浆的这个大碗 其实我平时是用那个 不透明的 它就是一个Coscus 我弄一勺出来 给大家看看 就好像是 小米 小米做的 我给我感觉像是小米 弄上开水 大葱 还有这个鸡肉 然后混到一块 好像是 据说是比较 我现在要健康生活嘛 我就尽量少吃油炸的 这些东西 能增加高胆固醇 但是这个呢 尝尝一口 还是比较不错的 有一点稍微的咸味 在英国超市就叫Coscus 你让我找找那个package 我看能不能找到 我找到了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它 给大家拿了先 给大家看一下 它呢 就是长这个样的 它里边加了一些 这些 辣椒和 和青椒 红椒 这些东西 超市里买的 给我感觉这个东西 像不像中国的小米 你看 它就是说呢 你放上热水以后呢 两分钟就变成我刚才那个样子了 这个大葱和鸡肉呢 我是单独炒的 又加进去的 Coscus 就好像给我感觉 真是挺像小米的 不过我喜欢吃这种 这种感觉就是 有一点咸味 超市买的呢 你没大有什么咸味 这个馄饨汤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尝一口 给大家尝尝看啊 给大家尝尝看 看是什么味道 嗯 不错 不错 挺好吃的 挺鲜的 然后这个上面 还飘着一些这个水 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什么蒜呀 什么弄的这些水 特别好喝 这汤不是水 那么我今天的午饭呢 就算是这样 OK 我的馄饨汤呢 和Coscus 已经吃完了 我们现在就 来试吃一下 其实我吃过这个东西 很好吃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特别的就是 特别的 healthy 它里边打开以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 这个yogurt里边 有酸奶 这个呢 你看 它就是比较的粘稠 我对光一下 特别特别的稠 感觉是这样 OK 我把这些红的这些酱呢 是这样的 给它放到这里边 来给它搅一下 留的人呢 就喜欢把它搅的 就是混得很稀很稀的 我就是喜欢 不要混得很稀 差不多就行了 我不是一个仔细的人 这个东西呢 我记得在 埃兹达有卖的时候呢 就是 34 443 四个 花三个钱 给你四个 大约是一磅钱 一个 Sainsbury呢 现在在搞活动 是原价是一磅 一磅几 一磅二是一磅几 大约 然后搞活动 我花的是 80p 85p 90p 这个样子 就买了这么一盒它 但是吃完饭以后呢 因为它特别的 好像是吃酸奶 有助于消化 是不是 尝一下 有吃到那个 Raspberry的 这个种子 有吃到它的种子 这个牌子 我还真是没有见到过 草莓味的 这个红的一般 就是这个石榴和这个 蜂蜜 蓝莓 下次你慢慢尝尝 OK 我待一会呢 又要吃巧克力 再做一个巧克力的视频 待会见 谢谢收看 谢谢各位 师姐师妹的收看 还有师兄弟们 OK 待会见了 拜拜 我是大胖兔